老人共餐活動越來越受到各地老人家們的歡迎 戲子白雲里在22號這天就再度進行了一場老人共餐 而主廚每週都會更換主題拿手菜 不少老人家們都很高興 而且每星期在共餐活動當中都吃到不一樣的美食佳肴 大家又可以一塊聊天 真的是非常開心 在這一天10點多開始大家已經忙起來 因為一大早才買回來的菜都開始在處理中 西北市政府推老人共餐 而戲子白雲里早在大半年前就有里民們自發性的共餐活動 地點就在籃球場旁與步道間的這個泡茶空間 每一週固定一天聚在一起共進午餐 而這一週的主廚就是他 當然主題拿手菜也出爐 就是這一鍋紅棗要燉豬腳 另外菜色真的很豐富 光是這一鍋油飯也實在夠吸引人 今天的共餐活動是由我們本意的巡述隊小隊長 賴德敏來煮廚做出來味道確實是不一樣 大家聚在一起很好啊 我們今天來聚餐來共餐大概有30幾位 大家都覺得做得很不錯 我們也感謝新北市政府來推動這個活動 方式很不同除了費用由大家平均分攤之外 每一週吃什麼可也都是要訂出主題 然後再交由拿手的人長出 而其他人則是扮演協助角色 只見現場大家分工合作動起來 接近中午大家也陸陸續續的報到 菜煮好開飯囉 涼拌的豬頭皮豬肉還有這鍋 早就飄散出美味宗教豬腳都好受歡迎 而當天議員廖正良也和大家一起吃飯聊天 老人家說每個星期都很期待這一天 而且菜色很多元 尤其大家聚在一塊最開心 老人家吃飯這樣很好 每個星期都有扮這個豆來吃 老貨特的這種也很好 有時候他們家家家一個人也很好 所以我們這個廟運力做這個做得很成功 每個星期都有 現在這是豬腳啦 燻油的藥膳 一些老大人想要大家補個身體的啦 那冬人吃這個元氣的比較好 大家聯絡感情 不然這鄭家沒有什麼五六的地方可以去 所以大家好想要吃 一塊啦 大家吃點東西啦 心體啦 大家快樂啦 每個禮拜最起碼有一次的共產的活動 那大家出一點錢 由里長來主辦 這樣子和樂融融 這樣子非常的煮出來的菜 非常好吃 可是每一個禮拜的 烹飪的食物都換人 所以每一次的 煮的菜色都不一樣 你看我今天來參加這個 他們的共產的這個活動 感到非常的高興 跟一家人一樣 和樂融融 菜上桌拿起碗筷 盛飯夾菜 因為椅子有限 不過大家站著吃飯邊聊天 似乎也是另一種樂趣 尤其都能夠吃到拿手菜 白雲旅的老人共餐 持續的進行中 解程慧玲細紙 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